一次东勇路上的偶遇 开始它事业新的起点 其他花蓝都已经标签了 那么这些茶花还能够独立寒休的 十八学士抓破美人脸 六百多种茶花迷人眼 这个花蓝全都是茶花 将近四十种 一个门外汉仅用六年时间 却带动了种植茶花 有上千年历史的村庄致富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 智富从这里起步 各位好 我是萧薇 我现在是在浙江省金华市的 悟城区一个茶花种植园里 据说这个茶花种植园的 茶花品种非常全 有六百多种 之前我对茶花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记得金庸在天东八部里 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段宇对茶花很有研究 段宇说在大理有一种 非常名贵的茶花叫十八学士 是说在同一株茶花树上 可以开出十八种不同颜色的花 关于十八学士其实坊间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坊间在真正的自然界里面 一定是没有这种花的 但是呢也有一种说法说 肯定有 而且呢就在浙江呢就有 到底有没有呢 我们现在呢就去找一找 那边有一位赏花的男士 咱们先问问他哈 你好打扰您一下 你好 请问您知道这个茶花园里 有没有十八学士 有有有 这么肯定啊 对啊 我就是这里的主人 哦 是来得找不是来得巧 就是来找您的 你好你好 他呢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王继承 王继承 华东山茶名品培育中心创办人 种植茶花六年 真以为十八学士就根本就没有这种品种了 你这里真的有啊 对 这个是传统的名种 一株茶树上能开出十八种不同颜色的花 这么奇妙的事情 萧薇一定要亲眼所见才肯相信 我这一棵就是十八学士 这就是十八学士啊 对对 这棵树上呢就是说 其实云集的所有的颜色 红的 大红 对 这个是粉的 粉的两种 就是 白的一个红的 这红白相见 对 这也算是一种 另外一种红白相见 对 这个是 这个是点 对对对 你看这一朵也不一样 有很淡淡的红 白里透红的 对对对 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 让人神往的名贵茶花十八学士 就这么容易的在王继承的园子里找到 是不是很奇怪呢 其实茶花是浙江京华市的试花 光王继承所在的雾城区 就有两万亩茶花 精华的茶花不仅数量多 历史也很悠久 其中 罗电镇的后西河村 种植茶花的历史 可上述到宋朝 像我们村种茶花 这个要从南宋开始的 种茶花是 与虫是花卉苗目的 种花笼 有七千多户 有加近两万人 说到种茶花 王继承不是最早的 但是他的茶花品种 却是最全的 很多出现在小说诗词中 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的茶花 在王继承这个三百多亩的原字里 或许能够找到 抓破美人脸有吗 这也是那个皮鲁巴布里的 也有啊 他说但凡美人呢 都是闲静优雅的 那脸上偶尔呢 抓破一条血丝呢 幽默他到的 蓝星星星人不是完全杜撰的啊 他还是有生活经验的 是的 哪个 花瓣之间呢 是有那么一点淡淡的绿 所以叫一抹绿晕 这是一丝血条 王继承对茶花研究颇深 其实他从转行从事茶花种植也不过六年 王继承之前做过钢材生意 后来又办过一个制药厂 在山海里起起伏伏的他 总有一种想要隐退的想法 六年前 一个朋友正想进入制药行业 王继承有了这个机会 就把公司卖给了这个朋友抽身出来 王继承闲下来以后 回到家乡浙江省京华市 他平时喜欢东勇 2006年10月 王继承跟朋友相约去 后西河村的一个水库东勇 这一路上争奇道艳的茶花 引起了王继承的注意 这个茶花 其他花都已经标现了 那么这些茶花还能够独立寒丘的 能够与众不同的 我觉得这个花特别好 王继承转行搞种植 最后选择了种茶花 当然这种选择 在他动用路上 对茶花的惊鸿一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王继承毕竟是一个在商海里 打拼多年的商人 光凭这点感性的 还不能够足以支撑 说实话在京华市 苗墨种植最红火的 应该是杜鹃和桂花 而王继承选择的茶花 是众多的花卉当中 生长期最慢的 生长期慢就意味着回收慢 那王继承的这种选择 到底是他对农业不了解呢 还是另有打算呢 像这样的那个花佛 你刚才说的这个有十大名花 它应该排行第几 它就排在第三 第三位哦 对对对 你看那个形状呢 还有块突出来的 像个顶 那么它有个莲花座样 就像一个佛坐在上面 这是象形的 所以它们叫花佛顶 这么小的话 它已经样了 最起码就是一百多年 这个啊 对 真实不可笑看 一百多年了 哇 这是都是爷爷辈的 对对 王继承发现 我国茶花虽然号称六百多种 但市场上经常出现的 不过几十种 主要用来做城市绿化 和小区景观用 一些书里记载的名贵数种 只有在后夕河村 这样有悠久养花历史的 村民庭院里 偶尔才会看到 针对这种行业现状 王继承确定了自己 进入这个行业的切入思路 王继承决定在种植茶花 有上千年历史的后心和村落户 我们都知道同行是冤家 但让王继承没有想到的是 村民们不但不防着他 反而纷纷地请王继承的到家里去吃饭 刚一开始呢 王继承也感到很纳闷 但是很快 他就悟出点了门道 王继承后来明白了 村民之所以这么做 跟自己放出的话有关系 王继承跟村民说 他要建立一个华东最大的山茶名品园 搜集所有的茶花品种 所以村民们争相把王继承 请到自己院子里 想多卖点花给他 黑夜中心在我们后期和建了以后 就是把以前的传统的品种 全部都收集起来 王继承在后期和村 收集了七十多个品种 但他还不满足 按照他惯用的反向思维的方式 他认为精华的茶花开发比较早 因此稀缺的茶花品种和大棵的茶树 也许早就被卖到外地去了 于是王继承又发动了 后期和村的茶花经纪人 在卖花的同时 也帮他寻找精华没有的品种 并购买过来 这时妻子程艳有点坐不住了 因为王继承一开始告诉他 买茶花是为了爱好 可到现在怎么收不住手了呢 人呢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么既然有条件允许的话 如果能够这样做 那我当然作为妻子 是应该义无反顾支持他 就是没想到后来呢 他收集茶花已经成瘾了 就一看到茶花 只要他没有了品种 他就喜欢收集进来 到后来呢我就觉得 哎呀收这么多茶花 好像又不是作为一种产业 作为一种爱好的话呢 有点过了 王继承这时才对妻子 和盘拖出自己的想法 一开始确实只想在爱好的基础上 做点经营 但是进到这个行业以后 就有了责任感 这么多在书上能看到的记载 但现实中却见不到的茶花 究竟哪里去了呢 他们也许散落在平常百姓家的院落里 也许夹杂在荒郊野外 也许有的已经濒临 或者已经灭绝 因此 就要村里那些走南闯北的茶花经纪人 把他没有见过的茶花照片发过来 告诉他 哪个省的哪个院子里有 他就想办法买过来 这次拉的有没有说 已经要濒临灭绝的那种茶 有 好几个 有好几个 包括我有几个 我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寻找的几个品种 我这次刚好开花的时候 让我看到了 这山洛阳就体进绝种了 一个呢 它这个花是特别难养 长得比较慢 比如这个喷沙 喷沙 这个品种呢 二十年前我们这里曾经有过 但是这 应该说这二十年当中 我们都没看到 王继承有时要等好几年 才能得到一些稀缺品种的消息 而且买过来也很不容易 因为这些茶花种在庭院里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主人对茶树很有感情 一般不愿意出售 王继承这时会额外承诺 等这些品种千叉繁育多了 再送给他们一些小苗 也因为这些茶花得来的不易 他对这些运到自己园子里的山茶树 看护起来十分自信 王继承一开始把茶花树买回来直接种在地里 雨水多了 茶花树叶片逐渐发黄 这个树呢就是不会抽出新芽 生长也不行 那么后面呢 我也感到有点奇怪 那么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们心里就有个样 因为我们养花仙养根嘛 有根系了以后 它能吸收营养跟水分 那么这个花才能抽芽 才能发芽 才能壮大 那我就给它挖出来看一下 发现下面呢 这个毛细根就不染掉 山茶如果种不活 对于王继承来说就意味着 建立华东山茶名品培育中心的想法 无法实施 为什么王继承的山茶 偏偏就这么不好养呢 茶花呢就是 他喜欢就是说 半色 就是半干的这种形状态 也不能太湿 也不能太干 那么我们江南这地方呢 就因为雨水太多 容易这个这个雨季的话 比如说没有季节 这个雨季的话呢 这个雨水太多呢 今天汽水比较多 王继承了解到 当地村民把茶花树种在花盆里 开始他只以为这样是为了方便出售 后来村民告诉他 这可以为茶花避雨 如果雨下多了 往花盆上盖一层塑料薄膜 就可以挡雨了 但是王继承的情况有些特殊 他收购的山茶树 有些很高大 根本无法种在花盆里 有一次他在广东的一个花卉市场看花时 意外寻到了一件宝贝 帮他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这茶花树呢 不种在地下 种在地上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让老王给咱们进行一下揭秘啊 老王 快告诉我们为什么 这个你看一下啊 这个外形 你就看着跟这个花盆有什么区别 大花盆 这个形状有个大花盆 对啊 碰到雨季啊 我这个上面就覆盖一层 那个泥龙薄膜呢 就雨水就不会下去 对吧 因为它高于地面 那么这个就是保持这个干度了 这样对于你管理这个茶花树来就更方便了 非常非常有好处 王继承掌握了大型山茶树的种植方法以后 更加放心大胆地推进他的华东山茶名品培育中心的建设 品种也越来越多了 除了华东茶花 还有一些云南茶花和国外引进的品种 共六百多种 现在呢 我再让您开开眼 看一个绝无仅有的花篮 来 看 啊 看到了没有 这个花篮呢 全都是茶花 将近四十种啊 每一朵茶花都不一样 老王 您快帮我介绍介绍 最名贵的是哪个 最名贵的呢 18名花里面有呢 这个是鸳鸯凤冠 快快快 让我们看一看 这鸳鸯凤冠 对 这应该排行第几 这个排行第 十大名花排行第六 老六 对 还有呢 这个是花鹤林 花鹤林 这个是排行第四的 这朵叫松子 它就像那个松树上那个果实一样 迷茫的春天 迷茫的春天 对 这个叫红宝石 红宝石哦 随着品种越来越多 王继承的茶园 名气逐渐传扬开来 王继承除了靠组织村民销售山茶花 获得一部分利润外 也加紧对自己原子里一些珍稀品种 千叉繁殖 这样既对品种是一种保护 也能出售一部分盈利 这里的是一个茶花千叉苗的苗圃 这么一个大面积 大概千叉了多少只 这里有十万多颗 十万多颗呀 这是已经千叉了多长时间 两年时间 两年 对 多少钱一颗 这个我们按品种 我们这个是要收五块以上 通过做茶花名品员 不仅保护了品种 也吸引了全国客商 从而带动了整个精华式茶花的销售 王继承一部分收入来自给其他茶农 做经纪人赚取利润 另外王继承还打算做一些茶花盆景 进入到千家万户 这里他加工的鱼类海鲜价值连成 在这里他的独门绝技 是给鲜鱼照X光片 究竟是什么人 创造了年产之过亿的海洋盛宴 他在鱼类加工技术上 又有何独到之处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之父从这里起步大家好 我是依然 今天的天实在是太冷了 你说这大冷天的 我到海边来干什么 您看还不是为了 他看好大的一条鱼啊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挪威三文鱼 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 依山傍海气候宜人 是我国环渤海经济圈内的重要港口城市 众所周知 渤海湾盛产鱼类海鲜 像渤海刀鱼 渤海缩蟹 在烟台的近海区域都可以捕捞得到 丰富的海产品 让烟台人在家门口就能享用人间美味 如今 聪明的烟台人 又做起了深海鱼类加工的生意 深海鱼类您见得多吗 他们又是如何走上人们餐桌的呢 就让我们记者带您去看一下吧 我现在是在烟台的一家水产加工厂的车间门口 据说啊 这里不但有这个来自挪威的三文鱼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珍稀的鱼类 可谓是一个深海世界的博物馆 我真的是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进去参观一下 不过在参观之前呢 我得先找一个向导 也是我的领路人 王总 王总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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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军 山东烟台生人 现在从事深海鱼类加工食品的研发和生产 这么多鱼啊 王总这是您的这个原料车间是吗 是的 这个鱼看起来有点眼熟 好像就是那个我们经常吃的霸鱼是吧 这个您可说错了 这个呢是从挪威进口的叫租家鱼 您看呢 您看它身上有鳞甲 刚才我们看到的只是王大军工厂里的少数几个品种 它这里还有帝王蟹赤背等各色海鲜多达几十种行销国内外 如此的规模确实让人赞叹 但其实都是他二十多年经营积累的结果 因为四十多岁的他从年轻时就和这些海产打起了交道 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被分操了 与这个水产有关的这个方面的公司来进行就工作了 王大军自幼在海边长大 对大海有着特殊的感情 从小爱钓鱼爱吃海鲜 所以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水产相关的专业 工作后作为水产加工厂的化验员 王大军每天都在勤勤恳恳地做着各种产品指标测试 但令他郁闷的是 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吧 原料新鲜 操作卫生 品质油益 这样的产品一上市就受到了国外客商的欢迎 可就是在这一年 工厂里发生的一次小事故 让他原本放松的神经突然紧张了起来 工厂有一天 有一个车间的副主任急匆匆地找到我 说那个坏了 我们工厂的那个班长的 他那个圆珠笔不见了 这个货当时已经装到集装箱去了 怎么办这个事 圆珠笔丢了 很可能被混在了包装袋里 消费者也不会吃进去 但如果重新把这批货返厂 那所消耗的人力时间成本都难以估量 我们做企业做产品不能光看一次 这个是长远的买卖 当时来讲就下定就下命令了 马上把那个集装箱追回来找出来 然后返到车间 然后再一箱一箱打开 找那只圆珠笔 幸运的是 到最后还是从一箱的夹缝之中吧 或者是圆珠笔找到了 经历了这次事件以后 王大军意识到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缺陷 事后他又花重金引进了金属探测仪 目的就在于防患于未然 让消费者能够吃到更加安全 更加放心的食品 近年来公司还自主研发了全新的产品类型 五股鱼 咱们刚用肉眼 能把这个刺儿给挑干净吗 我们这个流程是很严谨的 它这边去完刺儿以后 后面有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S光仪 进行拍片 这个是我刚才挑的那条鱼吗 是的 你看呢 这边有一根刺 哪里有刺 这个 深色的这个 深色的这个就是什么 是啊 就是凭借这样一个领先于同行业标准的数字 王大军以几乎零投诉率占领了国外五股鱼产品的市场份额 每年的出口额以40%的幅度增加 可就在他做得如鱼得水的时候 他却接到了国外消费者协会的投诉 这一次他又能否安然度过危机呢 大概在2005年碰到过这么一次的事 当时来讲呢 因为我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啊 一不小心呢 使这个消毒液一部分建到了这个产品上 后来呢 大概在一个月的时间嘛 这个产品流到市场 哎 又来投诉了 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鱼类加工 接到投诉还是第一次 王大军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火速订了机票赶到国外 发现部分产品确实存在异味 虽然次氯酸纳属于挥发性液体 少量食用对身体并无伤害 但是毕竟接到了投诉 他该怎么面对呢 王总呢就是也犹豫了一下 就是但是考虑到长期的这个发展 客户的这个信用嘛 就决定把这个产品全部回收 当年王大军的全量回收 从资金方面上算 一共赔了200多万 但是这笔钱却换来了 他在国际市场上良好的信誉 和更多的订单 在烟台的几天时间里 王大军的企业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告诉我 他最大的心愿呢 是在中国市场上 做出更多更安全 更有营养的食品提供给大家 我想啊 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经营者的心愿 也是我们消费者最大的愿望 好了 还是那句老话 创业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依然 我们这期的生产有道 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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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